確診數看起來像北部來講 越看越像 已經大概到了一個平穩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剛才講是 全國大致數目稍微緩降 那北部 已經大致上都比較平穩一段時間 那全國一日的生活圈 我相信這都在高原期裡面 好 中士 謝謝部長 想請問一下 昨天您也有提到說 目前疫情在穩定的高原上 那麼預估這個高原期 維持的時間大概會多久呢 第二個問題是有醫師 他認為 他覺得最快20天 最慢是35天 那麼我們 單日的新增個案 可能就可以達到萬例以下 也就是說 20到35天之後 這曲線會折下來 想問一下與指揮中心 預估的相符嗎 謝謝 好 那我們這 中副 有關這個 就是後續他的降幅 還是要是根據說 我們目前的人流的一個 管制的部分 就很多民眾會自發的 就是不出 就是可能不會去聚餐 那這個工作回來之後 也盡量都在家裡 那這事實上都會 會幫助我們降低這個疫情 那另外我們現在這個整個疫情 目前是在高原期 所以這事實上都是 除了這個感染人數已經達到一定的程度 再加上剛講的這個 這些民眾自發的 這些行為 這讓我們疫情有稍微的一個平緩 那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繼續保持下去 那如果說 大家因為這個整個疫情下降 那又開始這個 就是整個這個人流的管 人流的這個部分 又開始活躍起來 那當然也都會影響到 這個我們每天的這個可能發生的一個 病例 所以在這個部分 以這個所謂的 因為我們現在應該是說 就往這個方向進行 那至於他的一個個案數 這其實也 事實上是也很難預測 那 有可能到達那個地步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說 在到達那之前 是不是大家行為會改變 造成這個整個疫情又往上談 那這個大概是 目前一個比較 會需要擔心的部分 以上